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很有趣 我自己都忘記了25年 在去年電影節的人跟我提出 李卓圖約 他說明年25周年 你有沒有做些事呢 我當時很驚訝 這麼快 一十萬就過了 反正我還在說給關錦鵬導演聽 原來為什麼要做25周年呢 他已經15年了 我說不是15 是25 我覺得時間很快 因為要做一些訪問 我也想起 就是 他的電影 我 suppose 他的迷人的地方 就是 通常做了一件事25年 應該就 應該就 隨手都做到 好像累積了很多經驗 已經很容易 但電影的挑戰性正正在於 你做了25年 你不覺得自己 好像比我25年前 厲害了很多 我每一次都這麼辛苦 在經營 例如導演想了一些想法 我們怎麼令到他拍攝完成 怎麼做好的宣傳 怎麼做好的發行 我覺得每一次都是 完全好像新的一樣 又是第一年 剛剛開始 一樣 這麼多變數 這麼多挑戰 這麼多不同的東西在裏面 我想現在很多事情不同了 因為本身電影製作周期又不同了 現在對於後期的要求很高 以前我們一年拍兩部至三部電影 現在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為很多因素 人才不足是其中一個 現在嚴重缺人 各方面 幕前幕後 每一個範疇幾乎都不夠人 不夠我們認為是 夠水平的專業的人在做 當時我們初出來拍 都是不夠人的 因為那時候的產業 沒有那麼大的 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的方式 人們很變一變一變出來 但是整個部份大很多 整個人才的量大了很多 拍的戲又多了很多 有好的電影 有時候你要拍一些不好的電影 才學會怎麼拍好的電影 現在我覺得 因為近年中國市場開放之後 很多投資人都會考慮 這部戲有沒有中國市場 因為這會成為你成本重要的一個部分 這樣的話 你就要適應另一套東西 包括有些題材上的選擇 可能空間沒有那麼多 但是同時釋放了更大的空間 因為譬如我們拍古裝戲的話 現在你可以有很多 中國開放之後 有很多自然資源你可以利用 有很多景點 有很多人才你可以用 所以這幾年都是 它不停在變 市場的定義也在變 市場的規律也在變 所以都是做宣傳 在中國大陸做宣傳 一跑就要跑九個城市 九天跑九個城市 都是挺大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些行為 所以我永遠都不停 永遠都在學著 永遠都在創新著 沒有的 它說什麼我就聽就可以了 都不是的 我想有時候 因為我們的崗位不同 它是純創作 它考慮到 創作上它有什麼想說 用什麼方式說 而考慮到有什麼客觀條件 包括資源的條件 而令到它可以產生到最大的效果 我們可能能夠幫到的就是 在資源的 怎樣 access到這些資源 或者怎樣去安排一些東西 令到它不用擔憂其他的事情 就是做好它自己的事情 對,太好了 就像我一樣 沒想到的 又可以做好 就像我一樣 那麼我們可以說 那一次 做好